为了配合知名图画作家艾瑞卡尔图画出版50周年 普里正立图书馆日前也举办艾瑞卡尔图画展的活动 除了展出他所有出版的作品之外 也即将在11月9日举办说故事导读的活动 希望民众有时间能够来踊跃参加 图书馆配合了这次的书展的活动 就是以艾瑞卡尔大师的作品 将他的所有的绘本我们把它放置在我们图书馆的大厅 让小朋友能够一进到图书馆就可以来到艾瑞卡尔的世界 那我们在这个礼拜六呢 早上我们也邀请了我们的故事妈妈Flora 来为我们讲英文版的绘本故事 那我们也邀请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到图书馆来阅读 现一远禅怡君表示 艾瑞卡尔的创作风格贴近儿童的喜爱 这次图书馆能够举办艾瑞卡尔的书展活动 也肯定图书馆的用心 那大家都知道艾瑞卡尔他的这个创作的画风很不一样 他是比较以拼贴化的方式 很大块的一个拼贴 然后呢让小朋友呢 非常的吸睛 就会看得到这个动物的这个姿态 而且呢他里面呢的这个文字的部分呢 也是非常贴近孩子的语言 所以在这里要再次肯定 我们信仪文教基金会 以及普利真理主书馆的努力 副委员团圈也邀请乡亲 有时间也可以带着家中的孩童 一起到图书馆阅读 并且透过每一期的书展 拓展孩童的视野 帮助孩童能够更好地来成长 记者陈伟一 普利采访报道 照顾